你看他昨天哭的那樣子 我看了我都不忍心 因為我從新北市府 我就陪著他到現在 我真的不忍心這個事情 好所以 我們一定要讓這個國家 對好人更好 對壞人更好 我們 我們還是要讓這些犯罪的行為人 要讓他付出該有的代價 部長 你跟我以前都是警察官 我們對於正義真的是 好那接下來我想請問 院長跟法務部長 我想請教一下 大法官千方百計的幫這三十七個死刑犯 找免死的理由 那不要再跟我說死刑 死刑和憲 並沒有說什麼實質廢實 大家都內行人 不用講這個外行話 那我請教一下 院長還有部長 判決如果被廢棄之後 死刑犯會不會被放掉 跟委員報告 那個 這個是那個 宣判的意思 那個判決 因為 必須要請總長先審核 這個 這個室友非常上述的室友之後 才會跟最高法院來提 來提非常上述 當然最高法院 他就這個案件 如果這樣 委員會不會講的 是有撤銷的話 這是一個宣判的意思 這個是擠壓 你就跟我說 如果回復 那個 終審法院判 那個 重回終審法院判決的時候 死刑會不會被放掉 在判決之前不會放掉 根據那個 建立行效148條 第一項的規定 這是能繼續收容中 他死刑判決 已經被 已經被被案上訴 掉了 還可以收容嗎 那個是判決之前 如果說非常非常上述 最高法院判決 他是重新來 有積壓 我們會見請他積壓 有積壓 這是重新計算的 那法院不押呢 法院可以不押啊 如果法院不押呢 那這37個人 你們怎麼處理 這個我沒建議法院要積壓 你只能建議嘛 但是法院可以不押 那積壓的理由很簡單 依照行事訴訟法 除了重罪之外 他必須要有 防逃跟 他有 逃亡之餘或 篡政之餘嘛 這個是嚴重的 最嚴重的犯罪啊 跟委員報告 這文件犯罪 這76條 訴訟法76條 76條 這個是中五年以上的重罪 而且這個是有 這個是一個重罪積壓 欸 部長 重罪積壓 重罪不能當作唯一積壓理由 這應該是一個 common sense吧 部長 這個是的確 我想法院一定是 根據訴訟法第七十二的 的規定來做一個 一個審柱來積壓 我想這是假設性的一個問題 這不是假設性的問題 就算這是假設性的問題 部裡面應該要有所因應吧 這個問題已經吵了十幾年了 那部裡面難道沒有任何意義嗎 你今天 不是一定激壓喔 法官可以不壓人 你我都知道 那如果說今天 回到終成法院去審判的時候 如果法院認為 沒有逃亡之餘 也沒有創證之餘 那這時候 如果法官放人呢 部裡面沒有任何作為嗎 委員 您也是擔任過檢察官 您也知道 跟法院之間這種關係 法院真的 真的不壓 檢察官也沒有辦法 但是我認為啦 這幾個案件 他除了是一個嚴重之罪之外 他都經過確定的審判 所以很確定 他在這個行為人必須負這個責任 我認為法院還是會做最清楚的 如果需要的話 最清楚的決定 院長 我說的很簡單 這個啊 法院不壓的話 法務部有沒有什麼作為 除非法院有判決無罪 要釋放之外 只要判決是有罪的 我認為法院會壓 好吧 那你認為法官壓 那我現在問你說 法官如果不壓 因為依照行事訴訟法規定 法官不壓的話 只會無罪的可能 那依照我來看 現行的這些人 他符合要件 不是每個人都百分之百符合 所以當檢察官 常常檢察官認為要壓 法官就沒有壓嘛 那如果今天法官沒有壓的情況下 把人 沒有積壓的理由了 那我只是在請教法務部 有沒有因應的作為 就為什麼跟我講那麼多 那就沒有意思了 部長 院長 大家都內行人 不用在那邊講外行話 法院如果不壓的話 法務部請問有什麼作為 題目就這麼簡單 我不認為這些已經經過三審定驗的案件 法院的判決會 結果會有 會有不壓的一個情形 部長 你以前當檢察官的時候 申請羈押有沒有法 不過你那時候可能沒有這個問題 全國的檢察官深壓都認為法院會壓 但是法官常常都把人放掉 所以部長 我們對法院 法院要有信心 因為你也沒有命令法官的 的這個權限嘛 好吧 你沒有辦法回答這個問題 我知道你們根本就 還沒有任何因應的作為 但是這個問題已經炒十幾年了 到今天跟我說沒有因應的作為 那我也是嘆為官職啊 這個我想全國的 這三十七個死刑犯 他所造成的六十一條人命的家屬 大概不能接受你們的這個意見 第二個問題請教院長跟部長 執行 他們判決死刑確定之後 收容的這段時間 將來可不可以 如果將來改判無期徒刑的話 或改判有期徒刑的話 可不可以折底刑期 收容的期間 這個因為根據刑法的規定 必須要執行之後才有折底的問題 那現在是 待執行 待執行的實行犯 這個收容是不能依法的 是不能折底 那如果說我們那個修法的這部分 我們也是反對折底的 好就是這部分你們反對折底嘛 那我想說這個只是一個確定下來 因為以前沒有這個問題 那現在既然發生了 因為如果可以折底的話 會造成很多人 將來萬一判無期徒刑 他馬上就可以申請假釋 對不對 因為最終審 頂多押六次十二個月嘛 那如果說十二個月後 他判無期徒刑 那再回過頭去算 那個收容的期間 有的已經二十幾年還沒有執行嘛 那收容的期間加進來 搞不好適用舊法十五年的 假釋的申請的話 那搞不好他們在判決 無期徒刑的那個時候 他就可以申請假釋了 所以我蠻認同部長剛剛說的 收容期間你們 不會列入刑期的計算 我是要確認這個點 部長這有沒有什麼問題 一句現實的形態就是不能折疊 好 那我現在是一個很深刻的期望 其實 這我本來只想問五分鐘 那花太多時間了 我希望一件事情 因為這幾天那個 新北各務案那個楊爸爸 他昨天在接受訪問的時候 甚至哭出來 我們都有小孩子嘛 我們都知道白白法人 送黑法人那種心痛 那絕對是傷痛欲絕 我們都能夠理解嘛 我希望一件事情 不要對這些被害者的家屬 第一次他們對他們的傷害 是這些兇手 但是我們的行政機關 政治人物 司法系統 不要對他們第二次傷害 你看他昨天哭的那樣子 我看了我都不忍心 因為我從新北四福 我就陪著他到現在 我真的不忍心這個事情 好所以 我們一定要 我們要讓這個國家 對好人更好 對壞人更好 我們 我們還是要讓這些 犯罪的行為人 要讓他付出該有的代價 部長 你跟我以前都是檢察官 我們對於正義 真的是無可救藥的熱情 我們一定要這樣堅持下去 好不好 謝謝委員 我們體會委員的心情 這個部分我們是站在同一個線上 對這種 在 在為非做歹的這些歹徒 我覺得公權力一定要伸張起來 謝謝院長 對就是公權力我們一定要讓他伸張 我們要讓人民 要遵守公 要尊重公權力 這樣社會才會平安 所以我前一天我講 我說 當人民千方百計的在追求 出入平安的時候 我們的政府不能千方百計的 為這些犯罪行為人去求情 這些人他甚至是 我們每年有非常多件 殺人計罪的案子 但是我們很多年 才會有一件死刑案子 所以 這些人都是法官認證 要永久與社會隔絕的 那今天我們又千方百計的 為他們求情 其實對於這些被害的家屬 情而宜 好 那我再請教 一下院長 院長 還包括那個法務部長 我們其實在之前我們就有提出來要求說 因為我們一直希望說 接避者保護法 我們讓他能夠過 讓他能夠順利的立法 但是呢 我們要求 能夠在兩個月內把草案送過來 因為這草案已經出來了嘛 但是一直沒有送來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趕快把它送來 因為我們經過上一次的國會改革法案 動不動你就給我送四線 然後我們今天我們跟民眾黨 我們有一些草案 希望出來 結果到時候又要被你們送四線嗎 所以是不是 行政院這邊 可以趕快把接避者 這個草案 送到立法院來 讓我們能夠審 我們能夠把各個版本 趕快審出一個 對國家 有幫助的 因為 國家很多弊案 包括之前的 雞蛋 超市的問題 武器採購的問題 疫苗採購的問題 我們真的深刻的希望 有這些揭蔽者 能夠勇於出來揭蔽 但是我們真的需要他們 我們需要這個法案過關 可不可以請你們 趕快把草案送到立法院來 包括我 法務部 也正在審查過程當中 我們認為對於公私部門 要做怎麼樣的原則性的 處置 還在深入的討論 但是進度是有的 那我希望這個 能夠來凝聚 更高一點的共識 我們再來放在修法過程上 但是時間真的 時間真的太久了 時間真的太久了 如果說你們 對私部門還有所 那個擔心的話 這個我能夠理解 我自己擔任檢察官 受理過非常多 爛訴爛告 甚至是惡意去檢舉的 然後造成這個企業 活不下去 這個我可以理解 但是至少 公部門國營企業 你們 如果沒有問題 是不是至少你們 版本趕快送過來吧 這部分我們那個法務部 已經 典禮了第15版 因為我們要廣大各界的一個意見 可以跟委員很清楚 現在本來是公私合併 後來公私 公私分立的立法的一個政策 那我想公部門這邊 我們再廣大意見 我們也是提出第15個版本 那我只能拜託你們速度能夠加快 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那我們這邊就只好用我們的版本開始生理 我們就只能這樣做 因為從上個會期 我們就一直拜託你們了 而且這個法案已經躺在你們那裡躺了很久 所以真的要麻煩你們速度能夠快 好 那再來 院長其實這段時間 我們看到很多問題 包括 我個人認為 能源政策是整個錯誤的政策 你不要跟我講什麼AI內閣啦 AI最 最需要的就是電力嘛 那你現在講你以後 將來電力的狀況 能不能夠補上這個缺口 我覺得 明眼人都知道未來會怎麼樣 只是大家現在都不談而已 好那我們現在 先不著動這個問題 我想跟院長請教一下 煙圈這個東西啊 就是 我認為啦 這個東西我們是不是應該思考一下 最近是不是很長一段時間 我們該長的不長 不該長的卻 就一直長 譬如說電價 我認為說 一個正確的能源政策 他就不會說 讓電價今天長成這樣 那我現在 也為什麼不想再問電的問題 因為我覺得 問來問去答案都是騙人的 就像最早期 民進黨跟我們講說 台電在偷電 結果呢 台電有沒有偷電 沒有啊 民進黨政府跟我說 育能之後 台灣不會缺電 結果呢 我認為不缺電是騙人 那告訴我說 不會大規模的漲電價 這也都騙人 所以到最後 我已經被騙了三次了 我真的沒有辦法再相信 你們對於 能源方面的 給我們的保證